大家好,这个大陆的拳击泰拳双料冠军的练鱼轩 向馆长下战书了,要上台湾和馆长进行一次对决 可是这个馆长以前老喊干话,这一次吓得不得了 虽然他说他没害怕吧,但是提出了要求 要挑战拿一千万美金,那他明明知道对吧 这个钱就是非常的胡扯的 这个馆长和蔡英文直播的时候不说吗 这个大陆啊,你打过来,有种你打过来 这不打过去了吗,打过去了你就打呀 你不说了吗,对吧,踩着你的尸体过去呀 那就踩着你尸体过去呗,那就打呗 你又要钱干什么呀,你又说这个练鱼轩啊 没用你有钱的,你老讲这个台湾的自由,台湾的民主 你这个时候又谈钱了,没钱就没有自由了 没钱就没有民主了,没钱就不能和你对打一番了 就不能和你对决一番了 所以这又回到我以前那个话了,有钱才有自由嘛 对吧,越有钱你的自由度越高 这就是一个十分客观的现实啊 我看这个馆长也很清楚啊 可是为什么老去忽悠台湾的人民呢 对吧,你这个老讲啊 大陆要打过来就踏着你的尸体 那你就有种你就打一次 不要老说这个啊,一千万美金 又这个那个的 这些东西啊,说来说去啊 就是你不想打,你不敢打,你害怕打 你设置了一个门槛,这个门槛的背后是什么 蔡英文吧,给这个黄国昌站站台,骗点钱 骗点台湾的纳税人的钱吧 让这些政客呀,给你搞点赞助 这个事情啊,用王世间的话讲 就这么简单啊 这个馆长律区一起串联,就这么简单啊 说那些有什么用啊,对吧 有尬死就打一场 之前那个话呀,喊得比谁都响 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吧 就找各种理由了 设置各种门槛了 你这个老讲自由啊 你这个自由还有一千万美金的门槛了 这个台湾人啊,要是没有一千万美金呀 那就没有自由了 是不是,对吧 这个台湾又是自由又是平等的 你这个馆长啊,你成了网红了 你就和广大普通人不平等了 没有一千万美金都不能跟你较量一番了 对吧 你这个本身啊,你也是这个圈里的 这个严格来讲啊 和我们正常说的较量不一样 这就是一次比赛 一次对决嘛 对吧 没有那么大的资产啊 就不配合你这个大人物对决了 所以你这个平等是什么呀 你这个平等还是要有钱嘛 自由民主的背后啊 都是钱 当然又质疑炼狱生的吧 认为他是炒作吧 我觉得吧 有些事情是论心和论计吧 有的事情是论计不论心 有的事情论心不论计 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就论计不论心吧 至于是是不是炒作就无所谓了啊 如果他能痛扁馆长一番 哪怕为了炒作让他出了名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至少我是很支持的 我很期待着他能痛扁馆长一番 希望馆长不要熊 要有gas哪怕炼狱生 打不过馆长对吧 我也觉得无所谓了啊 就是一场较量嘛 一场公平公正的较量嘛 打一场打场看看吧 那好啊 这期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 谢谢观看